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小心 狄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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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看是鼓 通过血液控制神经 然后可以操纵尸体 鼓 鼓 姑娘们 都招呼起来啊 好好招呼 好好招呼着啊 去吧 来了嘛 我演大人 赵大将军 这接下来 小子还知道来看我呀 好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当然要来看你了 我呀还给你带了好酒呢 自个儿瞎酿呢 怎么样 是你们家的酒 说吧 小子 找漏头子干什么呀 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您呢 我今日前来 还真是有件事向您请教 您可知道 鼓 义父 不过 已经查明 这一系列案件的作案手法 是利用鼓虫进入死者的大脑 使死者进入幻境 在幻境中的死者 如万以视星般难熬 死者就会进行自残行为 随后 驱骨者控制死者体内的无数鼓虫 沾着死者的鲜血 形成的那六个素 制造入魔的假象 引起民众恐慌 鼓术 已经在这世间消失了许多年了 为何呀 鼓 是十几种毒虫 相互蚕食 变异 剩下最后那只 叫鼓王 鼓 不计水火 杀人于无形 甚是态度 为江湖人所痛恨 人人得阳鼓者已诛之 再加上 阳鼓术 都是一脉单传 所以近些年在江湖上 已经 极少有耳闻了 那您可是近些年阳鼓者 最厉害的是谁啊 南疆鼓王 南疆鼓王 不过 在二十多年前 先皇就派兵剿灭了南疆部落 将鼓王斩首 收复了南疆 那是南疆鼓王 可有什么后代 据传 南疆鼓王有一女 是马上都在阳鼓王 当年打完仗后 先皇清点余孽 派人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 是死是活 谁都不知道啊 那如何克制这蛊呢 蛊虫进入身体 殿骑附近大学 可以稍加限制 不过 要想彻底驱蛊 还得靠驱蛊人施法 义父 我们需要向天后禀明情况 增派人手 开始大密集搜查 事不宜迟 知道了 去我书房的书桌上 把那幅字画送给寻亲王 他找我要了好酒 舍不得呀 帮助新年载 杀了 我们给你带出这一条ene 大家可以谢谢大家 我们下来说